柴可夫斯基的第六号悲創交相曲 在俄罗斯音乐史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曲目不仅仅有着 丰富的情感内涵 而且深深地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这都让他的音乐足以代表整个俄罗斯 甚至更成为一家之人 影响了后世许多的音乐家 柴可夫斯基出生在19世纪的俄罗斯 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动荡不安 但是艺文领域却在彼得大帝所倡导的西话之下 逐渐地开花结果 俄罗斯第一代的西话作曲家格林卡 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俄罗斯的古人族 他们所领导的俄罗斯国民乐派 在强烈的民族意识 以及自由主义的驱使之下 让俄罗斯的音乐有了全新的方向 并且开始绽放光芒 他们的作品不但创新 又能够带着俄罗斯传统的民间舞曲 或者是民谣等等的文化基础 在融合西方古典音乐创作技巧的和声 所以逐渐走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而柴可福斯基所成长的环境中 正因为文学以及音乐艺术的蓬勃发展 让他能够不属于当时任何一个主流派别的附庸 而以他独特的忧郁 悲剧色彩 以及非常优美动人的旋律与和声 不但在当时广受注目 也因为他俄罗斯作曲家 能够在世界文化里面发扬光大 因此我们认为柴可福斯基是足以代表 俄罗斯后期浪漫乐派翘楚的领导大师 19世纪的交响曲 因为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 在本质以及形式上都产生了极大的改变 例如说跟柴可福斯基同时期的白聊士 他在音乐上面就有许多的创新 李斯特、华格纳、布拉姆斯 这些作曲家更都在交响曲 以及交响作品里面 有了完全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变化 因此第六号悲創交响曲 首先它不仅仅是有标题的交响曲 还有作曲家亲自所提的 Pathetic悲創这个标题 也是柴可福斯基他在书信里面提到 有史以来最满意的作品 柴可福斯基音乐生涯里面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般都认为是1866年到1877年左右 因为66年开始他任职于莫斯科音乐学院 在这中间他创作了三首重要的交响曲 到1877年的时候 柴可福斯基认识了生命中重要的音乐赞助者 梅克夫人 因此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柴可福斯基辞去了工作 音乐的创作 柴可福斯基总共有六首有编号的交响曲 以及一首没有编号的曼弗雷德交响曲 第六号悲創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 如果从创作时间点来看 柴可福斯基写作这六首交响曲 总共长达了27年的时间 柴可福斯基曾多次与不同人提到 他的新交响曲充满了哀愁 有着安魂曲的气质 特别是漫版的末乐章 充满了主观性 就在柴可福斯基成功地指挥 悲創交响曲的首演音乐会隔天早上 他的弟弟莫德斯特来到柴可福斯基的房间 却发现他坐在交响曲的手稿前 打算将乐谱寄去乐谱公司出版 但是正烦恼着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首作品 这个时候的柴可福斯基已经取消了 原先标题交响曲的名称 他正在计划单纯地采用 第六号交响曲这样子的标题 但是弟弟莫德斯特反对 他认为如果只有第六号交响曲太过单薄 缺乏了标题性的指示 于是提出了是否用悲剧 Tragic这样子的标题 但似乎马上引来了柴可福斯基的反感 在他们讨论了一会儿之后 弟弟莫德斯特突然间浮现了 悲創这个字 Pathetic 在弟弟的回忆录里面写到 悲創这个字眼突然间在我的脑海出现 于是我马上返回并告知哥哥 对当天的情景我印象深刻 仿佛昨天发生似的 我哥哥兴奋地喊着 妙极了 莫德斯特太好了 悲創 于是哥哥就当着我的面 在总谱上加了这个 以后永远使用的标题 悲創 第一乐章开头的续奏 由低音管演奏出简短 但是音色非常多变化的叹息主题 在乐谱上 作曲家标示出非常多的力度细节 我们可以从乐谱上 得到这些详细的指示 在从中去感受 作曲家想表述的深刻情感 进入了快板主题之后 可以听见 这个快板主题 是由叹息的动机演化而来 从弦乐开始 小声地逐渐发展 精致而快速的十六分音符 带来活泼而雀跃的感受 在速度逐渐缓和下来之后 速度的标示改为型版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就在长音里面 等到了第一乐章里面 最优美的第二主题 这份优美而忧郁的乐丝 紧紧地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深深地纠结着 更是柴可夫斯基最美的悲谈 之后乐曲进入快板第一主题在线 之后乐曲进入快板第一主题在线 第二乐章 Alegro Conglasia 非常优美的快板 在架构上属于包含了 第一段落 中段 以及在线段落的三段体 乐曲以柴可夫斯基最擅长的 华尔兹许峰呈现 大家可以仔细地听听看 这样子的华尔兹 是否能够让您感受到 仿佛身处在芭蕾舞剧的现场 欣赏一首又一首 精彩的芭蕾舞蹈呢 在传统的交响曲中 第三乐章总被视为是过渡乐章 经常被作曲家设定为是 小步舞曲或者挥斜曲 而在悲创里面 柴可夫斯基则采用了 挥斜曲加上进行曲的 副二段体的设定 由弦乐快速的三连音 展示出挥斜而叙述的效果 作为开场 接着 轮流在各个木管声部里面出现主题 听起来非常的趣味十足 整首乐曲在欢乐迅速的演奏中 逐渐加入铜管的音量 也不断了强化第三乐章的乐曲能量 就到了乐曲最后 以呼应开头的三连音节奏 非常华丽而强力的结束第三乐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乐谱上的 一般我们说rehearsal number 也就是谱上面的A到Z 在第三乐章里面会发现 A到Z居然已经不复使用 柴可夫斯基甚至开始使用 AA、BB、CC 这样子的复数段落 最后他一直写到了LL段 才完成了全曲 我们从这些细部的设定上面 可以看得到作曲家在谱曲的时候 对于段落的用心程度 有别于一般交响曲 作曲家总习惯在最后乐章 营造出最为华丽澎湃的效果 但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怅 却选择了以最深沉的悲痛 来作为乐曲的终结 在乐章一开始的弦乐主题里面 我们同样可以看见 非常多层次的力度指示 作曲家似乎希望在有限的音符里面 能够展现出他内心最深层的想法 即使在乐章中间 有过速度的灿烂与华丽 但是走到乐曲的最后一刻 作曲家选择了以非常罕见的四个皮安诺 批批批批批 让整个第四乐章走向了有史以来 最虚无最深沉的力度 他究竟想告诉大家什么 这是一首安魂曲吗 没有人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首悲創交响曲 确实是柴可福斯基人生中最后一首天鹅之歌 在他成功指挥首演的第九天 作曲家走了 也留给世人深深的叹息 作曲家选择